哇戲這張專輯 哇戲它在族語裡面 它叫做野藤的意思 那當初要 我已經製作到這張是第四張 全族語的專輯 那之所以會這麼喜歡 是因為覺得我們的族語非常的美 然後不斷的有回部落去找老人家 然後問一些關於文化的故事 然後就是讓自己比較有靈感去寫 但是因為在這過程中 它有好幾年的時間讓我覺得 老人家他的智慧是不能等 因為他們凋零得非常快 所以我就有一個念頭 我覺得我要趕快去找 不管我有沒有發專輯 要先去找他們去蒐集一些 可能會有的比較有知識的東西 然後來讓自己比較鞏固一下 自己的內涵才有辦法去做創作 所以我就很急著去做這些事情 於是就 其實就所謂大家講的天調 可是我並不覺得它是 這麼嚴肅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是去玩 然後就到很多地方去玩 那當然有一天 我的族語老師他就說 亞萬你可以幫個忙 因為他有個學生 他要做一個女性的展覽 他需要每一個女生的朋友幫忙說 你自己像什麼植物 一句話 就比如說明珠像玫瑰 玫瑰像明珠 用任何語言都可以 那我想我就像一個野藤 我可能有時候在某個山區 有時候又在哪裡跑來跑去 可是看起來又很普通 但是又覺得自己好像很強韌 就不管天氣很好天氣不好 我都可以到處跑來跑去 我就跟他說 亞外給我換虛 換虛給我亞外 然後我就突然 欸 這可以寫歌耶 是剛剛才那首歌 對 我就寫了這首 我就用了這句話 發展了這一首歌 那這一首歌剛好就 貫穿了整張專輯 就是表示 亞外到處跑來跑去 然後去蒐集資料 然後感謝這些老人家 因為我把他們也是用 比如說用大樹啊 用陽光啊 用雨水 去象徵這些 老人家給我的東西這樣 不是藤蔓它就是會蔓延出去 然後再把它全部包圍回來的概念 那再來講到饒舌的部分 是我自己很喜歡 從年輕的時候就很喜歡 但是沒有嘗試 我自己有小孩 那我的孩子 他們有時候也是聽饒舌 我就想說 欸 足語好像可以饒舌一下 其實在上一張專輯有試過 但是好像沒這麼到位 到這一張又覺得 再來試一下好了 於是就 在顛倒天空用那個 防疫的宣導 做了一個饒舌 非常非常有味道 對啊 可是我們想像原住民語當中 然後有很多會那個捲舌 對啊 彈水 他又在唱Rap的話 不是有更大的挑戰 我後來覺得好像還滿適合的 因為我們綜音在後面 就是因為其實我在 在聽我媽媽罵人的時候 他就是有 聽見 他也在Rap嗎 有什麼東西 以前的晚上全部都吃 有那個感覺 所以上一張專輯有寫一首就是 媽媽在罵 我不要再喝酒的一首歌 所以沒有入圍 然後今年就比較正面一點 前面的時候你有提到 就是你形容自己是 瓦戲藤蔓對不對 其實瓦戲是野藤 我把它翻成中文 比較浪漫就是藤蔓 其實野藤 有點野藤 就很隨便路上都有 我會這樣說 不如我們就現場來聽聽看 那萬一為我們來演唱這首歌 瓦戲藤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甚麼 Absolutely 在樂業中的故事 eş 要火車 叫浪訂閱 叫勘 我呼大量 你叫勇 叫勇 叫勇 叫 landscapes 叫勇 悶然是阻谛的 惶然是阻谛的 愿而是阻谛的 愿而是阻谛的 真是阻谛的 真是阻谛的 温暖的 太阻谛的 不像是阻谛的 人读者 我的天 小谷的 是阅河的 我的天 我有 我的天 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